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她在姐妹之间 是很棒的一个润滑者 几乎都忘了她是新住民 那以菜 以料理来讲 你才会感觉她的不一样 我是曾明芳 来自越南 来台湾快14年了 我的目标是全家可以做志工 帮助别人 但是我们主要的是 我们自己收获 然后来成长自己 我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翻译 然后工人到入境的时候 我们会带到工长 然后解释环境 然后公司的规定 工作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工人会反映给我们公司 然后我们需要到县长 跟工人与雇主协助 对 跟他们沟通这样的 其实也不能死板的犯 因为有时候 比方说这个组长 他不是那么坏 在工长里面声音很大声 他本身讲话很单声 不是在骂你 对吧 那个掌面圆滑几点 那工人的心里都不会说 他真的在骂我 那我听起来不舒服 我就不想做了 一大早就忙着去工作 然后就是看行程 比方说今天我们早上排来的行程 有时候早上要去南部 看一个工人 他生病然后大概去看医生 然后那个青庄那边有紧急要处理 因为工长有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要赶着看完工人 工人看完医生 我们还要到北部那边的工长协助 所以整天都是行程 几乎都在外面跑 然后比方说这个工长 他说要翻译 然后外老要 因为外老有饭桌 所以要警告書 我们也要去 然后工人他有打来说 问那个拘留症的问题 那我们也要 或者有的工人他在外面打工 然后外宿 那我们也要去注意 刚开始是很辛苦 但是一月现在好习惯 如果叫我每天坐一工 办公室我也没有办法坐 在台湾五年就去考驾照 因为做这个工作 有时候我们需要开车 在外面要开车 所以我先生说 如果没有驾照就不能碰车 我考那时候 是我考增长台湾人考的驾照 所以我不知道新住民考驾照 有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朋友有说 有可以考越南文的 有时候比较自由 你想做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独立去做 不需要 一定有人陪着 或者有人开车带你去 你还有谁可以去 这样子 好 喂我是中间帮我开门 因为我们上礼拜有一个心经的工人 所以他刚进来我们一个礼拜后会过来辅导 看看他們工作上或者生活上 有沒有什麼需要協助的 每個月他們都一定會來一次 跟外勞共同說 最近生活上面是不是有問題 那有問題 或許他可以跟我們講 因為跟民方小姐他們搭久了 所以說慢慢他知道 公司這個地方工作的項目 還有公司的一些待遇跟福利 還有性質 所以他在跟他們新的員工 外企搖工 他們在當地去找的時候 聊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比較真實的 比較實際的跟他們講 那對方其實在評估上面 就會比較去說我來的地方 跟實際上來 跟當初講的事比較一致的 那他們在工作上面 其實結果就會快 中國所持他們一般在那邊 都會在當地 會先在那邊 先學一個月是兩個月吧對不對 比較厲害的人 可能就馬上就會了 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那你要心想辦法去 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要怎麼去讓工人這邊 也可以達到他的需求 讓雇主這邊的需求也可以達到 所以你要顧到兩邊 那你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或一個方法去學出他們 然後讓一個平衡點 然後大家都退一步 就參加你的解決問題的 就一種還蠻有挑戰性的 然後有時候 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 那你還要處理的話 回去整天都想那件事情 有時候連睡覺都會做夢 其實感同身受 因為我剛開始來台灣 也是不適應 那有經過這段辛苦的時間 怎麼過來的 然後也可以分享讓他們知道 比方說學語言的方面 你用什麼方法學最快 然後比方說適應台灣的飲食上面 那你要怎麼去適應它 慢慢改變越南的飲食習慣 那要適應的怎麼要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那學 比方說在台灣這邊的氣候那些 也要適應 那也要跟他們講 嗨 我是佳可 蔣偉文 在台灣有許多來自 東南亞的外籍朋友 不管是因為結婚 或者工作的關係 他們在台灣又必須要 重新開始適應這裡的生活 今天我們的主角 鄭明芳 她就是在台灣適應這裡的生活 而且把她的心理路程 她的經歷呢 分享給其他的外籍朋友 我們歡迎今天的主角 鄭明芳 明芳 妳好 妳好 嗨 妳好 請坐 請坐 好 謝謝 明芳 妳來台灣有多久了 快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妳的中文這麼好 然後還可以幫助很多人 可是妳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有遇到一陣子 要重新適應的這種經驗對不對 然後妳現在有選擇 在仲介公司工作 做翻譯的工作 是不是因為自己是一個過來人 所以特別容易想要 跟人家分享妳的這個經驗 對 因為剛開始來台灣 就飲食方面就不適應 對 然後語言上面也都聽不懂 然後也不會表達 對 所以都會把自己封閉起來 那這要怎麼辦 因為一開始到一個新的環境 畢竟都是陌生的 妳說妳看 最簡單 連吃的方面都不適應 對 因為我們越南吃比較清淡 像青菜大部分都煮燙或燙一燙而已 然後炒也是很清淡 但是台灣我剛才來 因為本身公公這邊的家庭 就吃比較辣 然後又比較油膩這樣子 然後就吃不下 沒辦法適應 所以一下子會爆瘦很多這樣子 那後來怎麼辦呢 那就慢慢地適應 然後公公又叫煮飯 然後你煮的時候 你就慢慢量也少一點 然後也不會那麼辣 然後就慢慢地適應下妳 然後現在也變得很會是辣 我知道越南有像南越來的朋友 還有北越的朋友 像妳自己是 我來吃北越 北越嘛 北越是不是跟南越吃的口味又不太一樣 生活的習慣有不一樣嗎 也有 每個縣市的都不一樣 然後因為我們北越的比較偏酸 然後南越的就有偏甜 因為很多華人在那邊 除了吃的以外 最重要是語言的部分 就是聽不懂也不會說的話 這個要怎麼辦 所以剛開始台灣兩個禮拜 先生就會找學校 因為台灣國小都有教 以前是很多阿嬤不吃吃 所以會有教寫中文 那先生就很體貼說 因為我聽不懂 然後也不會講 然後就報名去國小 那晚上的補校讓我去讀 但是阿嬤們不好 我去一天就不去了 妳去一天就不去了 那這老公會不會覺得很氣妳 不然妳找到好地方 因為為什麼呢 都是阿嬤 然後阿嬤都講台語 那我中文都還不會了 怎麼會聽台語呢 對 對 就放棄了 國語可是大家都講台語 又多了一個聽不懂的語言 對 然後完全都沒有接觸 然後阿嬤就在這邊講台語 老師也講台語 又聽不懂 所以我就放棄了 不去了 然後第二次上課 老公說晚上要上課 我不去了 對 然後後來 我為什麼會走出來 剛開始這樣子 就把自己封閉起來 然後也不去讀書 然後語言都沒法進步 那我就想 剛好是先生的朋友 太太也是泰國人 他說我們玄奘大學 有個健身法師 他就有開一班 就是外籍新娘四肢班 對 那我們就去學 然後還有那個生活適應班 那老師教我們都是請玄奘大學的大學生 對 教我們寫字 教我們講中文 然後又有資工在旁邊幫我們看小孩子 因為有這個班之後 我學習發現我學到的東西可以運用到生活上 然後我可以自己可以跟別人溝通 然後把我的人際關係越來越好之後 然後師政府開始出遇到我們外籍配偶 那時候早期講外籍配偶 然後我們就只要有開班 我就去上課 對 可是我看那個資料上面想 好像你不只是從這個 一開始去學 學到中文而已 你還特別提到了一句話 你說你跟這個法師學到一個 一個失比受跟重要的一個 對 沒有錯 因為剛開始其實去讀書的時候 我只純粹想說我學會中文 我可以自己跟家人溝通 或去外面買東西做什麼都方便 但是還是會有早期還很多歧視 外籍配偶這樣 然後因為這個法師他會叫我們 的時候他就會去關心每個學生 然後會跟我們聊天分享這樣子 然後我就記得法師有講這句話 師比受更有福氣 那就我們越南也有就去讀書 怎麼講 越南這句話怎麼講 師比受更有福氣 做 國福更難用 做 國福更難用 對 做就是給 對 那就是師的意思 然後國福就是有福氣 對 那人就是收 對 所以說在越南就本來有這句話 也有這個讀書 對 然後你在學的時候你又聽到 對 就很熟悉的 然後我今天老師他們來這邊 都花自己的時間又當資工又沒有錢 然後他們就很用心地在教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不好好的學 所以因為這樣的多力我們就去學 然後老師說你們學會了 然後又可以叫新的姐妹剛來的 對 所以這句話就在你心裡 就是開了一朵花這樣 對 所以因為這句話 然後引起現在就是慢慢我就走出來 就是我學到的東西 我要分享給別人 也希望別人就學得比我更多這樣子 所以你才選擇做仲介公司 對 翻譯的工作 因為其實你可以真正地 直接地幫助到你的朋友 對 因為幫助朋友過程也可以 因為我自己在這邊也遇到這些困難 然後已經排除了 那我希望剛來的朋友或者同鄉 他們也可以像我一樣 可以慢慢地適應台灣的生活 飲食方面也好 然後語言方面也好 那可以直接幫助到他們 那你們發現像這些同鄉 因為現在你來十幾年了 現在他們遇到的問題 結果跟你當初來的都一樣嗎 還是說有點不同 現在不同 因為我們剛來的時候比較少 越南人在台灣沒有這麼多 對 那現在比較多 然後現在新政府會比較注重新住民之壞 會幫忙他們適應還是 因為視訊多了 然後很多人 然後比方說越南的店那些 在越南也很多 然後要買那些家鄉的東西很簡單 不像你講 我們要買很困難 對 而且聽說你還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可以語言學習 更加快一點的方式 好像是跟看電視有關係 對 因為我本身很愛看電視 對 那我來台灣之前 也是因為看電視 然後喜歡台灣的戲之後才 因為我們越南以前都 我們從國中開始 就每天都看環祝哥哥 對 然後報今天 對 然後大箱小箱全部都看 然後有的是全村只有一兩台電視 然後全部的人都在那邊一起看 然後重複一直看還是一樣看 就很喜歡 然後就喜歡唱中文 對 可是那時候你們在越南看的 應該是配音的嗎 配音越南話 對 包括包青天的歌 主題曲也是配音的 對 配音的 那我們的開封遊歌 保青天 那你們可能就是唱片的話 那個歌是一樣唱中文 對 只有 可是語言通通翻整 對 我們比方講話的時候 才會配音 但是配音的時候 還可以聽到中文 因為我們沒有像台灣 把音弄到 然後直接 我們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人配音 從頭到尾一個人配音 對 男女節目都一樣 都只有一個人配音 所以如果你有學過一點中文 你還聽到他們在講中文 然後字幕也會看到 好 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對 很難想像 那是早期 那現在妳回來台灣 妳說妳看電視 突然又看到這個劇 比如說 環珠哥哥都包青天 很開心 對 這次是說中文的 對 說中文 所以因為我看過了 對 然後我也知道那個 她講那句話是什麼 她在演什麼 那我們就看中文 然後看到字幕 然後又可以聽人家 聽他們講 我就學更快 對 所以說這樣反而 所以妳建議這個 剛來的新移民 可以找機會看電視 多看電視 對 因為其實台灣的電視 很多節目可以學到知識 對 然後也可以學到語言 所以我其實剛來收語言不好 還沒去讀書的時候 都靠去看環珠哥哥學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其實說真的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老師有給我 因為我回家我媽問我說 妳今天有沒有那個 就是放課以後的功課 家庭作業 我說有 老師叫我看一個小時的電視 我媽說我是騙她的 就是真的 因為妳練習妳的聽力 對 聽力跟你講話 我就還看他們講話 然後還 比方說妳知道嗎 然後在那邊 一個人自己看 然後自己念這樣子 對 所以看電視 會是一個滿快的方法 讓大家語言上 可以進步快一點 進步很快 她可以學更多 就像我們 我們工作上那個工掌生 警官老師 然後很多 因為有的工人 他們不喜歡下了班 都是聊天而已 或者一直講電話 不喜歡看電視 那我們會鼓勵他們 多看電視 對 好 那剛剛提到 明方有講 施比瘦更有負 這句話其實大家都聽過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明方怎麼去身體力行 這句話 回憶起初來台灣時 明方曾有過一段 自閉害羞的歲月 但是她沒有選擇退縮 而是勇敢地走了出去 參與各種課程和活動 最後找到了融入社會的最佳途徑 志工服務 三十一 三十一 奥氣叫妳有拿這個 那妳有拿了禮物嗎 還沒 然后帮我拿一朵 三十一 所以你要拿这个走给我 你才可以拿牌牌知道吗 好 谢谢 因为我们本身是救国团的义工 来协助他们报到 然后等一下他们比赛结束 我们就帮他们颁奖 拿回去跟妈妈讲 母亲节快乐 然后这个别起来 别这边比较不会舒服 好 加油 我们救国团只要有学校的活动 缘由会什么他们需要 或有时候那个施账者他们需要 我们也会协助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办一些活动 就是维护环境自然 我们去海边捡垃圾 然后去植树 去中树那些都有 这些拿这边的带来给妈妈 加油 还有这个来 抓上去 加油 一般我们都会是跟我的太太 一起过来 有时候是我有活动 他就会跟着我出来 或者是他有活动 我会跟着他出来 小孩子也会跟着出来 夫妻俩支援各项活动时 也常常把小孩带在身边 让孩子们从小耳濡默染 学习付出与奉献 那拍我跟爸爸好了 拍爸爸 他报名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忙拍啊 因为可以从小让他们有做自动的概念 然后让他们看到有需要的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出一点小心力来帮助他们 对 就想说从小给他们有这些概念 那长大如果他们真正需要或想做的 他们就已经已经熟悉这个环境 那他们做起来也比较好 这样子没有坏的学道 这边还能做 我们总会跟需要一起出去帮忙 劝劝 去中树 还有 好 谢谢 你快点帮我们两个拍一张 敏芳给我的感觉就是他 他对人很亲切 然后就是很愿意付出 就是可以说跟大家都相处得很愉快 不管说我们有什么活动 只要他有时间 他都很愿意 他甚至可以就是跟他先生 还有他的小孩 就是全家出动 就就很 我感觉上他是很融入我们这个 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会觉得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说 现在年轻一辈的也愿意像我们早期 这样子无私的复苏 毕竟现在并没有很多这样子 那看到他这样子会觉得很开心 年轻一辈的真的很用心 透过参与志工服务 民方打开了认识台湾的一扇窗 也找到了个人的自信 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根 虽然与先生同样忙碌于社府活动 但却也让夫妻之间的情感 有了更深厚的连结 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地制室 因为地制是下面的烟比较新鲜 那如果身上有手帕 还是毛巾可以握住嘴巴 然后一个手沿着墙壁 为什么要沿着墙壁呢 因为我们门都设计在墙壁方便 所以我们如果沿着墙壁一定会找到门 对 所以找到门之后 那我们握到这个门把 烫的 要不要进去 要不要开门出去 除了参与救国团志愿活动 民芳同时也加入了新竹市 异消妇女大队 每个月定期值班 在消防博物馆里担任导览志工 好 要地制室 对 要地制室 然后手摸墙壁 好 然后要蹲地 因为它有障碍或有东西会撞到头 那很危险 对 真正的活长是很危险 因为烟只要吸到就不吸困难了 对 但这个烟没有害 小朋友都可以 就很小一岁也把妈妈带的进去 对 只要小朋友赶 如果不赶的话就不免讲 少部分就会怕就不赶进去了 但大部分都 就是小朋友带大人进去 因为他进去之后觉得很好玩 然后又想进去了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晚上的订讯 然后教官会教我们怎么去跟民众互动 然后怎么宣导 就是因为教官教的那是一个版本 但是事实上你去讲跟民众讲 又没办法照实版的讲 所以你要去学就是学姐他们讲的方 刚开始我们在房边听他们怎么讲 比方说幼稚园的你宣导的方式或你导览的方式又不一样 跟他们互动不一样 那大人的又不一样 然后学生的又不一样 所以就一直补充自己 就是刚开始不会的话就在房边听姐妹他们讲 然后自己吸收 然后用哪一个方法比较 你可以表达出来的 然后就慢慢地吸收每一个人的一点一点地 慢慢累积下来的 对 哇 棒了 出来了 好 出来要 五年多的相处跟观察 我发现它非常大的优点就是 它愿意把学到的去分享 然后它会积极 因为大家有时候比较保守 他会觉得鼓励姐妹们说 有什么活动 教官教我们什么 我们要很主动 大家不要怕 教官说谁来尝试 大家都怕 会问说 那他不是 他会主动 好 我要参加 挂丢完之后 我们开始要使用我们的缓降 就来做一个下降 那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这个束带套起来 套 要套哪里呢 套脖子吗 还是套脚 还是套腰 套腰喔 这样你会不会腰折 我们下去的时候会不会不平衡 其实我们加入傅宣 最先受贿的是自己 因为在我们学习里边 有很多我们自己本身的安全性 我们都会顾及到 那这个在警消的一些 还是异消的一些男生的弟兄们 也都有曾经这样子提过 他说我们傅宣队的姐妹 加入以后 有了我们的宣导 他们就减少很多的灾害 然后他们就闲闲的 就不用出去救灾 好 放开了 我们不讲话 人家也不知道是我们是新出民 但是一讲话就听得出来 然后有时候我们讲会讲电打 刚开始是要克服这个方面 然后有时候紧张就会讲座 所以他们一听我们讲话 你不是本地人 但是久久我们 因为来这边当义工 不管哪里人都一样 因为在台湾同一块土地 那我们是有心要做职工 就是把我们小小一份力量 转打给别人这样子 好 走 出发了 我们固定每个月都会有 两天的晚上要住勤 然后去民众家拜访 然后宣导他们就是用电 还有瓦斯又水器的安全 上江上江光复 实行住宅警报器安装 有很常被拘捕 拘捕我们就不能进去 然后会请那边的里长 然后下次会陪着我们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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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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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来第二次了 当时来我们没有月时间 那他不在 然后测试是里长有越好 但是我们现在来又不在 我们就是会一直来拜访他 拜访到他在 因为这是市政府的用心的话 我们一定要帮他装到这样 OK 好 我们过去 那现在要过来 终一动的 好 对 再忙完整 回家 你好 请报器 要拖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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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要拖鞋 就是说万一如里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一个人而已 他会叫 待会你足东西忘记关 对 对 这样对你来讲比较安全一点 对 对 你们要拖鞋 我70 70 我们算不七十一了 你这边一个人 有没有同一个炸座 延长县的同一个炸座 用很多的炸糖 没有 我们都有分开 好 瓦斯桶 这用是天然碗 天然 天然 好 那就不用瓦斯桶 瓦斯有肉的时候 您知道要怎么处理吗 你在家里闻到瓦斯味道 没有 我们都没有味道 没有 如果闻到味道 您知道怎么处理吗 叫人家来看就好了 就紧急的 我们就不要开灯 对 然后把窗户打开 窗户 对 轻轻地把窗户打开 然后门这边也打开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 住宅警报器的安装 针对独居老人的部分 独居老人 因为独居老人可能就是 他只有一个人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会帮他 安装个住宅警报器 那让他如果有任何状况 发生的时候 他会发出警报 至少隔壁的人也会知道 那我们才会第一时间 他可以帮他报案 那我们会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去帮他处理 小小的 对 警报器 小小的一个 如果有任何状况 他会发出声音 你如果 比如说 装在哪装 装在哪装 我们这个的话 会装在厨房 或者是你这边附近 不能装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话 烟如果在这里的话 烟过来 你都挡住了 他就不会叫了 对 有火或有烟的时候 很大的时候 他就会发出这个声音 对 他有这个声音 对 所以你就知道 对 你就知道了 对 那我们帮你装起来 我们帮你装在这个墙壁 这里 好 好 麻烦你 不会 所以他不会 安全不会 会没练 那没练的话 要换这样子 要换 换电池 对 电池的部分 可以搓起来 对 等下会教你 等下会教你怎么办 好 现在现场也非常欢迎 这个民方的先生 孙德铭先生来到现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德铭大哥 你不要那么拘谨 我知道你也是这个消防队的易销 资深易销 所以看到你 我就想要敬你的感觉 对 您当易销我不奇怪了 可是我影片中突然看到 民方也是易销 而且是消防局的易销 就觉得好像 比较少看到女生去做消防易销 对 正常一般 很少人知道易销还有女生的 对 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去 或者是怎么会选择去做这个 因为刚开始 现在来台湾 先生已经在当易销了 然后他工作很危险 然后我就一直反对 因为半夜 第一扣一扣就出去了 那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所以刚开始是很反对 一直参加这个 因为太危险了 那后来就 因为有 他们一校有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些科诊要训练 或者要比赛 那就跟着去当那妈队 然后就看 怎么会有女生在比赛 像他们教那个CPR那些 对 或是网线 然后我问说 他说怎么会有女生 然后赶快去问说 为什么女生可以参加 然后他就问我说 可以 你要不要参加 我说好 然后说你有身份证吗 没有 那不行 所以一拿到身份证 就赶快参加了 一拿到身份证 就赶快去问 对 然后就赶快加入了 在一校 其实警校一校里面 女生为少数 志工 那更何况是 外籍配偶的这种志工 多不多呢 没有 全台湾只有一个人 就是你一个 但是这个当一校 还可以学会CPR 还有或是 你刚刚说有一些比赛 所以听起来 他应该是有种培训 就是有一些特殊技能 对 我们的心境人员要培训 还要训练72个小时 对 就是有几种教官来上课 他们就有课程让我们上课 72个小时 那通常都交几 对 我们女生都是家里的 因为新厨师风很大 然后很多就是热水器 都是装在室内 因为室外的话风太大 然后就火照不起来 然后会影响她的火力 所以大家都喜欢 把热水器放到室内 放在室内 对 那 不会受那个风的影响 对 这样子会有危险性 会有影响 因为新厨师一直讲 为什么风很大 对 那风大的时候 中午都关起来 对 那你热水器放在室内的话 然后又没有安装枪击排子管 那瓦斯又没有燃烧完全的话 就会瓦斯中毒 听起来就很专业 对 而且这也是训练的内容 对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 对 德明大哥听说 是因为鸡婆才当志工的 对 锦销志工 应该讲 就会加入这个一销这个团体 也是因为一个应验机会 因为就是有一次是 可能个性本来就是喜欢 比较鸡婆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次火警 然后想过去帮忙 那在路上的时候 就准备要过去的时候 想说帮个忙好了 那一到那边去的时候 是警察就是不愿意让我进去 因为可能是身份上的问题 他怕是说 没有任何的专业的背景 对 就是说怕会去阻挡到 说一些救灾的 然后坦白讲 刚开始也是蛮气的 因为说其实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只想说帮个忙而已 对 然后事后也想一想也对了 因为你没有一个专业的 一个受训的时候 你进去反而是增加 他们的一个危险性 然后后来应援机会就这样进去 那进去以后就开始慢慢受训 然后在这个当中也结交了一些 所谓的很多都是鸡婆的朋友 那夫妻两都当志工 都花时间 那平常又有工作又当志工 那难道你们不想要说 留点时间给自己吗 去游山玩水 你不会觉得累吗 其实加入不管是这些团体的时候 像玉交团体 甚至到我们还有参加救国团 这些团体 他们会有时候 会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会排一些 就是家庭亲子的游戏 就比方说我们可以到南部出去玩 然后甚至到说有时候会家庭小聚 那其实每个人都会想说一些休闲的 我跟我太太甚至到现在小孩子都会想着说 休闲其实把剩下来的时间去 弄多一点点的时间去帮忙别人 反而我们会得到更多 收获更多 有时候我会跟我太太会开玩笑 在那边讲说 今天不要让小孩子去好了 他们知道这个情形 反而说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 反而会变成这样子 私底下比方说我们是志工 然后另外也是志工 私底下小孩子两个相约好 他们也要去 对 是不是当志工你们夫妻一起参与 这样子反而让你们夫妻的感情变更好的 会不会呢 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可能以前没有当志工 或许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有时候回到家里面 可能就是万一现在去打了一场火回来 也是累的也蛮累的 许哥早就躺在那边 因为好像有点文不对题 这样子他也不会去问什么 甚至他 他也不在现场 对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该问什么 所以慢慢的他加了志工以后 我们有时候一些话题会去讲出来 回去比较有聊 就会有互相分享 对 会比较有去聊 更多的互动 对 而且这个互动在同样的一个目标下面 一个话题 对 互相了解这个话题 是 互动就更生动 更有趣 这样真的会增加夫妻的感情 对 因为先生做异校 然后我也跟着去做异校 然后做异校之后 在这个异校团体里面 又认识的朋友 更多 然后朋友也是做另外一个团体 像舅舅团的 然后又找我去 去之后 觉得这个团体不错 又可以带先生小孩 然后又把先生拿出来 就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团体 对 然后加入完之后 变成先生也跟着我们这群的朋友更好 对 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聚会 然后小孩子跟小孩子 变成做女人际关系越广了 这样 听得出来这个 穿上这个志工的制服 其实她是工作为之任务 对 但是对你们来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段VCR是 来看看你们脱下这个志工的制服的时候 你们平常生活是怎么样 看看 福畅福随加入异校的行列 为民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转变 姐妹们在服务之余更培养出身后的友谊 为她带来了既珍质又丰富的人际网络 为她带来了既珍质又丰富的人际网络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盘子很大条的 对 弄一条就够了 等一下我们放一种 都自制工 对我们就约 比方说今天我会排假就值班 那值完班下午大姐们会来 然后每人拿一些菜 然后我们就一起煮 然后老公小孩一起来吃 然后吃完我们就泡个杂 聊天到十点直 这样子才会离开 然后就五盐六色都有 很多说为什么你们越南的女生 每一个都很苗条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都比较清淡 然后没有像台湾都油炸 然后我们吃的素菜素果类都很多 这样子我们做一个春卷 但是光那个素菜就有洋葱 红萝卜 然后还有木耳冬粉 我们会每个人带一道菜 带自己拿手的菜来军贵 然后这样台菜我不太会煮 我就会问大姐她们怎么煮 她们都会叫 还买好材料来教我怎么煮 这个要多一点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对 不用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用很大条 等一下就不会弄你 拿一个盘子 你弄太湿 不会啊 就是慢慢这样子煮 你对她温柔一点 她就会生着你的意去弄 对 这样子 对 没关系 对 来 赶快试一下 好 然后等它酥一点我们的翻面 你会炸的话油进不去 一碗油再出来还是剩一碗油 因为这个没有包紧 流进去了 对 油都进去了 对 就破了 那我们北约是做法 跟南约做法不一样 南约是用芋头 包芋头 对 包芋泥 那我们那个芋头弄成千丝 然后再包 然后我们是用冬粉跟木耳 好 当在了 当在了 好 这给你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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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新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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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在台湾13、14年 然后到母亲13年 第一次这么感动 第一次这么多人陪我过母亲切 然后也祝大家们母亲切快乐 吃一下 吃一下 快乐 好 这给你吃 好 谢谢 好 自己拿 好 谢谢 这样 一经理 被我交代理 对 那是要不交代理 其实我们都是 异宵的老婆 然后带不一样的老公 旁边不一样的老公来 来在一起认识一下 他们是一家人 对 我们是一家人 对 我们一家都是人 一家都是人 所以我们是大街坪 就是小街坪 我们一家都是一家人 爸爸妈妈做事工 认识变好朋友 然后儿子跟儿子也变了Machi 就是义工很多活动 伴活动 小朋友都一起去 一起去参加 参加完义工活动 就来这边聚会聊天 义工的时候很忙 没时间聊天 结束以后就来这边聊 联络感情 活动检讨 是街坪 吃吃玩乐 吃吃吃玩乐 每次他们一家的姐妹 都说很羡慕德明 说 剪到好老婆 剪到宝贝 前世不要知道什么好戏 蛮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 我很想反驳又不好意思 给你机会 好 赶快表现一下 是她运气好 嫁给我 好 谢谢 没有人认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影片中 夫妻有共同的兴趣 然后又可以结交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在影片 有一段很特殊 就是有提到说 到底是谁烧了好香 谁遇见了谁 谁比较好运这样子 德明大哥好像 好像有点隐情的感觉 那个脸部的表情 最后讲那句话 现在让你有机会 好好发挥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像我太太 她的一些朋友 就是所谓的志工朋友 常常都在跟我讲说 德明 其实你真的是烧了一个 上辈子烧了好香 才会娶到这个老婆 然后我就会很 很正义的跟她讲 其实是她真的烧了好香 她是嫁给我 对 就这个表情 亦正延迟的样子 如果说她没有嫁给我 她也不会来到台湾 相对论她也不会去当志工 当然了 台湾多了一个志工 也是不错的 所以她的功劳比较多 这个逻辑好像是对的 事实上现在我们看起来 都是双方不管是谁 都是烧了好香 才遇到对方 但是我相信你们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会有所谓的磨合期吧 一开始 是 对 像以前我都是会 她嫁给我的时候 我抽烟 吃冰淋 多久都会 很爱玩 也是蛮爱玩的 对 刚开始她也是会 就是用那个不轮转的国语 会生气 然后好像有点生气的叫我说 不要烟抽 不要烟抽 不要抽烟 讲法 不要烟抽 甚至到不要槟榔吃 然后刚开始我也是不懂这些 慢慢地了解 她后来 我们坦白讲也是常常有 那时候也是为了这个东西 有常常在争执 因为有时候 那时候年轻比较年轻一点 因为抽烟很大 我很像不抽烟 好像觉得怪怪的吧 对 好像不吃比较乳 你不能因为你的习惯而改变 对 然后慢慢地 也在一个因人机会之下 就是想说 可能想要戒个烟 戒个冰 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慢慢戒掉 那朋友当中有一个先看开始 她是说她要戒烟 那我也跟她开玩笑在讲 你只要戒了烟戒半年 我就马上戒烟 有时候也是面子拉不下来 好 那我就想想 一方面也是想着她 然后一方面也是老婆的话 试着去戒烟姐姐看 那 那时候一刚开始 就是直接去戒 那 跟朋友 甚至到小孩子也会鼓励 也是要当一个模范 也不想让小孩子抽烟 然后慢慢地 好快 大概半年 一年了 两年了 三年到现在三四年了 现在好快 想一想 有时候我太太就会跟我讲 是说 你看 你早点戒烟 赚到一个好的身体 对 其实真的 戒烟真的很好 身体真的很舒服 你现在有这种体悟 可是当初你去跟她沟通之后 她听不进去 那种你心情也是蛮难受 然后就对 然后就会生计 然后就会找 那找之后 因为也是这位健全法师 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然后老师也讲说 你想改变一个人 不如你先改变你自己 你想改变别人 想改变自己 对 你怎么去领悟这句话 因为你本身你不抽烟 对 你也不吃冰牢 那你不会觉得说 我要改变我什么 我也不抽烟 就会变成说 没有用直接地去逼她 或者用直接的 用早用到的 然后会让一部说 直接会选择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不要找 或者你自己会看 该什么都讲 然后用慢慢地来 不能用弊的 然后有一些我的不好的习惯 或者她不喜欢我练 那我就不常练了 会慢慢改变 然后变成我配合她 配合久了也习惯了 所以这是一个转念 就是说想要改变她 你先改变自己的一些方式 对 那现在你们结婚已经有十 十四年 十四年 八月就十五年了 十四 八月十五年 八十九年 十五年 这绝对是婚姻 甜美婚姻的一个里程碑 今天会不会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 既然两位都烧好香 我们先问一下那个德明大哥 今天有没有什么话 要对这个这么聪明的老婆说说 其实我说真的 我每一个男人都比你们都差不多 都只有一段时间比较不会去想 太年轻的时候 对 那我刚才所说的是说 是我老婆烧的好香 其实坦白讲是我真的是烧的好香 因为我娶到这样子的老婆 平良心讲她真的改变我很多东西 然后把我的一些观念 一些思想 甚至到我的家庭 都顾得真的蛮好 我在这边真的是应该要谢谢她 这个听到老公这样跟你这样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录影的现场 大家会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子 我想也给你方一点机会 有没有什么话跟老公说这样 十五年的婚姻每一路走来 其实经历蛮多的 从你一开始来这边 你看中文到现在 可以不只是自己变得那么棒 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 其实这都是缘分 对 谁烧的好香 不管吃 主要是夫妻相处吃 要互相体谅 然后互相让一步 那我不对的时候 我就去反省自己 这不对 那哪里要改 那从我们改之后 像小孩子或像生生 他们也会跟着 其实我们自己改他们看到 他们就会慢慢 其实不是我在配合他们 变成说他们也来配合 所以都是互补的 这样子 这个夫妻的对话 没有那种恶心的甜言 没有 反而有满满的这种感激 这个可以看出来 这个你们这十五年真的非常值得 像你们两个都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其实不是谁运气好 是夫妻一起来努力 才得到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交这么好的朋友 今天很开心 请到那个 德明大哥 还有民方 还有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 可以说是你们的热情的 志工人生 希望也可以让大家很多人看到 就觉得 真的可以体悟到这句话 施比寿更有福气 我是Jacko 蒋伟文 下一次在台湾战企 介绍你认识更多新著名的故事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您好